感謝主 今天我們要講到十屆裡面的第七屆不可兼任 今天我們要講到 十屆中的第七屆不可兼營 我們上個星期講到神所設計的婚姻 我們上個禮拜講到神所設計的婚姻 有沒有人記得我說什麼呢 有沒有人記得我說什麼呢 我千萬不要讓我失望的 一定記得的 而且很簡單的嘛 我知道大家一定不會忘記 因為很簡單的 四個四字詞語 四個四字詞語 好 問答題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什麼 一男一女 然後一夫一妻 一夫一妻 然後成為一體 成為一體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其實很容易記的 很容易記的 就是神創立做男做女 就是神創立了一男一女 神做男做女 造男造女 然後神將夏娃 造成為亞當的幫助者 他造出夏娃 就說他是亞當的幫助者 他們成為一夫一妻 他們成為一夫一妻 然後叫他們 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之後他們就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兩個人成為一體 然後他們就要成為一體 之後他們就成為一體了 然後就說這是神所吩咐的 神設合的人不能分開 這就是神所設立的 人不能分開 就是一生一世 就是一生一世 所以這個很簡單來說 就是神所設計婚姻 整個藍圖 這就是神所設立的 婚姻的一個藍圖 亦是神設計婚姻的一個原創 這是神設計婚姻的一個原創 在神的眼中看為好的 在神的眼中是為好的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婚姻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婚姻 如果不是這樣 離開這四個形容詞的話 如果離開這四個形容詞的話 就不正常了 就不正常了 就可以說是一個失敗的婚姻 就可以說是一個失敗的婚姻 我們可能會問 我們可能會問 按著神的心意的原創 我與神的心意原創 為什麼會失敗呢 怎麼會失敗呢 明明是原創 明明是按著神的心意去設計的 我明明是跟著神的心意的原創去設計的 為什麼會去到失敗的地步呢 怎麼會來到失敗的地步 如果真的失敗了 那如果真的失敗了 那又有什麼出路呢 那又有什麼出路呢 所以今天我們會講到 講題叫做生命樹下婚姻的盼望 所以我們今天講題是生命樹下婚姻的盼望 在生命樹下婚姻是有盼望的 在生命樹下婚姻是有盼望的 我們一起來祈禱 我們一起來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一大點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一大點 神祝福的婚姻為何會失敗 神祝福的婚姻為何會失敗 其實既然神已經赤福給婚姻 其實神已經赤福給婚姻 按道理應該會成功 按道理應該會成功 但我們卻是看到很多人的婚姻 都有很多的艱難和挑戰 但我們看到很多的婚姻有艱難和挑戰 但我們也都心裡知道 我們心裡知道 世上最美好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有美好的婚姻 事實上最美好的事情 就是有美好的婚姻 所以究竟那個問題在哪裡 所以這個問題在哪裡 我們先來看 《馬太福音》19章的1到8節 我們來看一下《馬太福音》19章的1到8節 我們一起來讀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 就離開加利利 來到猶大的境界若旦河外 有許多人跟著他 他就在那裡把他們的病人自好了 有法理賽人來試探耶穌說 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嗎 耶穌回答說 那起初做人的 是做男做女 並且說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乃是一體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法理賽人說 這樣 摩西為什麼吩咐給妻子休書 就可以休他呢 耶穌說 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 所以許你們休妻 但起初並不是這樣 在這段經文裡面提到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 在這段經文裡面提到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 這些話指的就是上一章 這些話指的就是上一章 上一章耶穌在談論天國是什麼 耶穌在談論天國是什麼 講完之後他就離開加利利 講完之後他就離開加利利 來到約旦河的境外 來到約旦河的境外 有很多人就跟著他 很多人就跟著他 因為他們想得著天國 他們想進入天國 因為他們想要得著天國 而且他們也想看耶穌所顯出的神跡 而且他們也想看到耶穌所顯出的神跡 也有些人想耶穌醫治他們的病 也有些人想要耶穌醫治他們的病 結果跟著耶穌的人就越來越多 就跟著耶穌的人就越來越多 門徒的數目天天加增 在這個時候法利塞人就來了 因為耶穌已經威脅到他們的利益 威脅到他們的地位 法利塞人就想出了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來挑戰耶穌 法利塞人就提出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來挑戰耶穌 企圖用這個問題製造耶穌 跟他跟隨者之間的矛盾 企圖用這樣的方式來 來離間耶穌跟門徒之間的關係 讓耶穌的門徒有退去的 耶穌的門徒有退去的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問題呢 他們就來問耶穌了 他們就來問耶穌了 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戚嗎 人什麼緣故都可以休戚嗎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 其實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這個問題的殺傷力 在於法利塞人知道 這個問題就讓法利塞人知道 當時的以色列人其實受到 羅馬文化的影響 當時以色列人受到羅馬的影響 羅馬是一個很淫亂的文化 羅馬是一個很隱論的文化 所以對當時的人來說 休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休戚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 有一點不合心意 他們動手就會休戚 小小不合心意就可以分手了 就可以休戚了 大家不需要覺得很驚訝 大家不需要驚訝 其實今天這個世代都是這樣 今天這個世代都是這樣 離婚其實變得很普遍 離婚變得很普遍 但是法利塞人也知道 法利塞人也知道 聖經中的十課的第七課 講到不可兼任 聖經中第七課 講到不能兼營 神的心意是不想人離婚的 神的心意是不想人離婚的 所以十課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十課寫得清清楚楚 但是摩西的教導裡面 又說比休戚可以休戚 但是摩西的律法裡面 又說寫修書可以來修妻 所以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所以這個問題很難解答 因為聖經十課又說不行 摩西又說可以 因為實界說可以 摩西又說不可以 實界說可以 摩西說不可以 世界又說可以隨便離婚 世界又說可以隨便離婚 所以這個問題 究竟應該怎麼回答 所以這個問題該如何解答呢 耶穌就首先在創造的時候 從創造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耶穌就從創造的時候的創造角度 來解答這個問題 神起初創造人的時候 做男做女 神起初創造人的時候 是造男造女 所以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 所以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兩人成為一體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是一體的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而是一體的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開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開 原來從創造的角度來看 人是不應該優妻的 所以從創造來講 人是不應該分開的 因為當我們兩個人結合成為夫婦之後 我們就成為一個身體 因為我們結會夫婦之後 就成為一個身體 那你會不會跟你的手說 阿手阿手你離開我 你會不會跟你的手說 阿手阿手你離開我 你會不會跟你的腳說 阿腳阿腳你離開我我不要你 你會不會跟你的腳說 你離開我我不要你了 是沒有的 是不會的 所以從這個創造的角度 耶穌講得很清楚 不應該優妻 所以從這個創造角度 耶穌講得很清楚 不應該休妻 但法利賽馬上就追擊了 但法利賽馬上就追擊了 那為什麼摩西准許人優妻 那為什麼摩西說准許人休妻呢 耶穌怎麼回答呢 耶穌怎麼回答呢 19章第8節 耶穌說 摩西因為你們心硬 所以許你們休妻 但起初並不是這樣 摩西因為你們心硬 所以許你們休妻 但起初並不是這樣 原來摩西許人休妻的原因 是因為人心硬 原來摩西許人休妻的原因 是因為人心硬 最重要的字就是心硬 最重要的字眼就是心硬 心硬是什麼意思呢 心硬是什麼意思呢 心硬的意思就是不聽 心硬的意思就是不聽 以色列人心硬 以色列人心硬 世人心硬 世人心硬 不聽神的話 不聽神的話 所以摩西很清楚知道 所以摩西很清楚知道 人都是心硬的 人都是心硬的 所以無論神怎麼叫人不要休妻 人都是會休妻的 所以無論怎麼叫人不要休憩 人都是會休憩 正如神跟以色列人說 你們不可以有別人 不可以拜偶像 就像耶穌說 你不可以有別人 不可以拜別人 但是以色列人一離開埃及 去到西乃山下面 就拜起偶像 但是以色列人 他去到了西蘭山下 他就一樣是拜別人 神無論怎樣跟他們 苦口婆心地說 不要拜偶像 不要拜偶像 他們仍然是心硬 神無論怎樣的苦口婆心 說不要拜偶像 不要拜別人 他一樣是這樣做 這個就是人的問題 這就是人的問題 人有罪 人有罪 心硬 心硬 聽不進神的吩咐 所以摩西准人休妻 但是條件就是 你一定要寫休書 但條件就是 你要寫休書 其實這個准許的意思 是要保護那些婦女的權益 其實這個原創是因為 他想要保護婦女的權益 要寫休書 來保障這些婦女 要寫休書來保障這些婦女 我們看生命記二十四章一到四節 我們就會明白 我們看到生命記二十四章第一節 一到四節 我們一起來讀 人若取妻以後 見他有什麼不合理的事 不喜悅他 就可以寫休書交在他手中 打法他離開夫家 婦人離開夫家以後 可以去嫁別人 後夫若恨惡他 寫休書交在他手中 打法他離開夫家 說是娶他為妻的後夫死了 打法他去的前夫 不可再婦人顛污之後 再娶他為妻 因為這是耶穫華所徵護的 不可使耶穫華 你神所賜你為業之地被顛污了 摩西的體見是什麼 摩西的看見事 摩西的體見就是 當人想休妻的時候 人總會找到理由 摩西看見事 當人想休妻的時候 總會找到理由 總會見到妻子 有什麼不合理的事情 總會看到妻子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其實最大的問題 是因為他不喜悅他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不喜悅他 不喜悅的意思就是不再愛對方 不喜悅的意思是不再愛對方 當你不再愛對方的時候 你會找到一千個理由 合理化休妻這件事 當你不喜歡對方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一千個理由 來合理化這件事 所以摩西要求人要寫休書 就是釋放這些婦女可以再嫁人 所以摩西設立這個休書 就是讓這些婦女可以再嫁人 那個休妻的丈夫 那個休妻的丈夫 不可以看到自己休妻之後 自己的光景不好 又想去找那個女生 不可以在看見自己的休妻之後 光景不好 才發現自己原來沒有妻子幫助 情況不堪 男人是很特別的 男人是很特別的 我們後知後覺 我們後知後覺 我們又很容易習慣 以為是正常 我們又以為習慣是正常 我舉個例 我舉個例 有沒有弟兄發覺 如果你太太出去了公關 不在香港的時候 你突然間發覺生活很枯燥 你會不會發現 你妻子突然出差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的生活很枯燥 更大件事就是 發覺我們想找的東西 通通都找不到 又發現我們想找的東西 通通找不到 我也是這樣的 我就是這樣 我很感恩我有師母在這裡 我很感恩有師母在這裡 其實通常我找不到的東西 我都是問師母 那樣東西在哪裡 其實我找不到的東西 我都問師母 請問那個東西在哪裡 因為家裡打理得真正有條 因為有他 因為家裡打理得真正有條 就是因為有他 他知道所有的東西在哪裡 我經常都找不到的東西 他知道所有東西在哪裡 但是我常常找不到東西 我承認這是我的依賴 我承認這是我的依賴 因為他的記性太好 他知道所有東西放在哪裡 所以我簡直不會記那些東西在哪裡 因為他的記性帶好 知道所有東西在哪裡 所以我不用去記這些東西 我只需要問他就可以了 我只要問他就可以了 如果有一天他不在我身邊 他出了差 如果他不在我身邊 他出了差 你就發現日子很難過 你就發現日子很難過 這些的弟兄就是 他連家裡一塊藥水加布都找不到 他有時候家裡有一塊膠布都找不到 沒錯 這個就是我 那就是我 但我相信很多弟兄都是這樣的 但我相信很多弟兄是這樣 所以這些丈夫休妻之後 所以這些丈夫休妻之後 馬上他就會後悔 馬上他就會後悔 為什麼家裡變得這麼冰冷 家不成家 那為什麼我家變得這麼冰冷 家不成家 所以又很想找那個姊妹回來 所以想要找他的姊妹回來 但回來之後又覺得相處不好 又再休她 回來之後又覺得相處不好 又再休了她 休了她之後又將她取回來 休了之後又再娶回來 娶回來之後又休過 娶回來之後再休過 當時的以色列人真的做出這樣的事情 當時的以色列人真的做出這樣的事情 就是把太太弄得像搖搖的 喜歡就扔出去又再拔回來 喜歡又再扔出去又再拔回來 就把他的妻子當作是溜溜球一樣 丟出去再回來 所以摩西就說你要寫休書 所以摩西就說你要寫休書 這個休書是保障這些婦女 這些休書是保障這些婦女 當這個丈夫再回來的時候 當這個丈夫再回來的時候 這個太太就可以拿出休書 這個太太就可以拿出休書 我們已經再沒有關係了 我們已經沒有關係了 我已經是自由的了 我是自由生了 你不要再來煩我了 這是對婦女的保障 這是對婦女的保障 其實人的光景不好 其實人的光景不好 人在罪和軟弱的裡面 人在罪的軟弱裡面 人之所以會憂妻 人之所以會休妻 其實我們受到三種權勢的影響 其實我們受到三種權勢的影響 這三種權勢分別就是世界 這三種權勢分別就是世界 自我和律法 在世界的影響之下 在世界的影響之下 我們將離婚當成一個平常不過的事情 我們將離婚當成一個平常不過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因為大家都這麼做 這個世界很奇怪的 這個世界很奇怪的 當大家都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當它沒有問題 當大家都這麼做的時候 我們當它就是沒有問題 但其實我們心底裡清楚知道 是有問題的 但我們心裡知道是有問題的 只不過我們找一個藉口去逃避我們良心的雜備 只是我們找一個藉口去逃避我們良心的責備 我舉個例 我舉個例 大家都會說謊 大家都會說謊 所有人都說謊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說謊就沒有問題呢 所有人都說謊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說謊沒有問題呢 是不是說謊就是正確正常的呢 是不是說謊就是正確沒有問題的呢 其實我們心裡都知道 其實我們心裡都知道 所以我們才會教導我們的小朋友 說不要說謊 所以我們才會教小朋友不要說謊 但當然我們說的話沒什麼說服你 因為小朋友都知道 爸爸你都說謊 世界會麻木我們的是非之心 世界會麻木我們的是非心 這就是世界的權勢 這就是世界的詮釋 讓我們失去了對錯的判斷力 讓我們失去了對錯的判斷力 讓我們是非的心麻木 讓我們是非的心麻木 這樣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價值觀和世界就沒有兩樣了 這樣我們的價值觀就跟世界沒有兩樣了 再加上自我的權勢的夾擊和影響 再加上自我的夾擊和影響 自我就是以自我為中心 自我就是以自我為中心 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就會覺得 如果婚姻讓我不開心的話 一個為自我為中心的人 就是覺得婚姻讓我不開心的話 那我就離婚了 那我就離婚了 最重要是我開心 最重要是我開心 所以我娶個太太回來 就是要讓我開心 那我娶個太太回來就是讓我開心 太太也可以有同樣的想法 太太也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我嫁給你就是想做公主 我嫁給你就是想做公主 沒想過嫁給你做不成公主做了公人 我沒想過嫁給你不成公主變成公人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 其實一個自我的人是很難去滿足和開心 一個自我的人是很難滿足和開心的 在婚姻裏面最麻煩的是什麼呢 在婚姻裏面最麻煩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想改變對方 就是我們想改變對方 初初結婚的人很多時候都有這種想法 剛結婚的人都有這種想法 我要改變對方 我要改變對方 能夠為我改變 那就是浪漫 對方如果能為我改變 那就非常浪漫 但這樣是不可能的 但是真是不可能的 其實神教導我們 我們是要改變自己 神教導我們要改變自己 但我們不容易 但我們不容易 因為我們的老我太強大 因為我們的老我太強大 其實我以前都是這樣 我以前都是這樣 很頑固 很頑固 拒絕改變 拒絕改變 我想我也是一個挺有性格的人 我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人 不是算了 都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人 很有個性的 都很有個性的人 是不是 你知道我一畢業就自己創業 你知道我一畢業就自己創業 曾經自己掌握過幾百億在手上 曾經掌握幾百億在手上 所以我的人很狂 所以我這個人很狂 信主之後要改變其實很難 信主之後要改變真的很難 我曾經跟張牧師 跟我太太都這樣說 我曾經跟張牧師跟我太太都這麼說 為什麼我要改變 為什麼我要改變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如果我改變了 我就不是我了 如果我改變了 我就不是我了 所以不需要改變 所以我不需要改變 你能夠接納我 我們就同行 你不能夠接納我 就再見 你能接納我我們就同行 你不接納我 那我們就再見 所以我不會改變 所以我不會改變 我要活出真正的自己 我要活出自我 如果你接納不了的話 如果你接納不了 廢就廢衣袖 恢恢衣袖 千山我獨行 特別相送 千山我獨行 不必相送 那你就知道我從小到大 為什麼沒有朋友 就是這個原因 你就知道我從小到大 沒什麼朋友就是這個原因 但後來有一天 神對我說話 有一天神對我說話 聖靈問了我一個問題 聖靈問了我一個問題 從今天開始 你的人生要怎麼樣 從今天開始 你的人生想要怎麼樣 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要治死我們的老我 我們要治死我們的老我 讓我們根深改變 越來越此 讓我們更新改變 越來越像耶穌 原來改變是神的心意 原來改變是神的心意 我們要將我們的老我 治死 我們要把我們老我 治死 活出基督的形象 活出基督的樣子 這個才是一個健康正常的基督徒 這才是一個健康的基督徒 所以原來我們不是要改變別人 所以原來我們不是改變別人 我們乃是要改變自己 我們是改變自己 其實你會發現當你改變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你改變的時候 其實你先改變 對方就會改變 即使你先改變 對方就改變 我們整天都覺得 我們的太太好像拿著屠龍刀追著我們 我們常常覺得 太太拿著一隻屠龍刀追殺我們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在家裡那隻暴龍 因為你是家裡那一頭暴龍 所以牠就拿著屠龍刀來追你 所以牠就拿了屠龍刀來追你 但如果你不再是暴龍 牠自然就會放下屠龍刀 如果你不再是暴龍的時候 牠當然就放下屠龍刀 所以問題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問題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要改變 我們要改變 離開自我 離開世界的價值觀 離開自我 離開世界的價值觀 感謝主 感謝主 其實人真的很難改變 人真的很難改變 因為我們會受到我們的成長背景 我們的大氣候吸造我們 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因為原生家庭和這個世界是怎樣 會做到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在這一代的社會裡面 在新一代的社會裡面 我們說其實這個大氣候 這個大環境 塑造每一個女士 都可以成為一個女強人 現在的大氣氛 大環境 塑造每一個女人 都成為一個女強人 是不是 其實女人真的可以很強 女人真的可以很強 並且可以很獨立 而且可以很獨立 我們可以很能幹 我們可以很能幹 我們也不需要倚賴我們的丈夫 我們可以不用依賴我們的丈夫 不需要依賴任何人 不用依賴任何人 但是我們不知不覺間 塑取了一個神給我們 一個很大的武器 我們就不知不覺的失去 神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武器 這是什麼武器 什麼武器呢 就是神創造我們的溫柔 我們知道大部分的丈夫 都是受軟不受硬的 大部分的丈夫都是受軟不受硬的 如果你能夠溫柔地對待她的話 如果你可以溫柔地對待她的話 她肯定欣賞 贊美她的時候 你願意欣賞 贊美她的時候 她什麼都願意為你做的 她什麼都願意為你 她說你死都可以 她死都可以 但是相反 但相反 如果你對她很硬 如果你對她很… 很倔強 很倔強 對待她 對她很硬 那她就跟你硬起來 那就跟你硬起來 跟你死過 跟你拚了 對 所以其實太太真的 沒有需要跟先生血拚 所以太太真的沒有必要跟先生 不需要跟她硬鬥 不用跟她硬鬥 我們也要爭取 還有我們要留意 神秘的原創的溫柔究竟在哪裡 我們要發現 神給我們那份原創的溫柔 到底在哪裡 我們這份溫柔 會不會已經被冰冷 被埋怨 被憤怒 已經取代了 我們這份溫柔 會不會被冰冷 被埋怨取代了呢 所以我們要知道 其實常常提醒自己 我們要常常捉緊 神秘的秘密武器 我們要抓緊 神給我們這份秘密武器 如果你發現 已經不知道跌到哪裡了 你如果發現 那也不知道跑去哪裡 但我們相信神一定會為我們傳流 我們相信神一定會為我們傳流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恢復神給我們這份原創 我們求神恢復我們這份原創 成為丈夫的幫助者 成為丈夫的幫助者 常常用一個溫柔又堅定的眼神 去欣賞鼓勵和幫助我們的先生 常常用溫柔堅定的眼神 來幫助我們的先生 但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在夫妻的相處過程中 因為在夫妻的相處裡面 都會有很多的意見不同 或者爭執、爭執、爭執、 看不順眼的地方 很多意見不同 爭執、吵鬧 或是看不順眼的地方 但我都會常常提醒自己 但我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因為別人的低而把自己拉低 不要因為別人的低而把自己拉低 這是金句 不要因為別人的低而把自己拉低 這是金句來的 不要因為別人的低而把自己拉低 別人回到來就是老公 別人就是老公 可以是老公、配偶、上司、朋友 其實這個別人可以是 如果你覺得是就自己的對號入了 其實我們真的要常常 不要因為別人所做的事 而讓我去失去神給我這份特質 不要因為別人做的事情 而讓我失去神給我的這份特質 太太常常保持那份溫柔和優雅 太太要常常保持這份溫柔和優雅 不要去成為… 上個禮拜阿丁龍牧師說了一個例子 上個禮拜阿丁龍牧師說了一個例子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自由戀愛 自由拍拖 進入婚姻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因為自由戀愛 進入婚姻的 也許經歷過一個階段 就是你嫁給我吧 會經歷過一個階段 你嫁給我吧 太太就說我願意 太太就說我願意 大家都是願意進入婚姻 大家都是因為願意進入婚姻 但到了一個地步 先生就會以為娶了隻貓 到了一個地步 先生以為他娶了一隻貓 但回到家後變了一隻老虎 回到家變成母老虎 為何這個進化過程這麼快 為何會進化這麼快 為何會變成一隻老虎 為何會貓變老虎 為何會學會咆哮 為何會知道咆哮 就是因為你的純獸師出現 因為有訓獸師出現 是被師生訓練出來的 是被先生訓練出來的 本來可以很溫柔 本來可以很溫柔 但慢慢就開始忍受不了 就開始咆哮 到後來就忍受不了 就開始咆哮 但這是一個進化的過程 這是一個進化的過程 但太太要拒絕這個過程 那太太要拒絕這個過程 我們不要因為別人的低 我們不要因為別人的低 將我本來是一個很優雅的一臣 創造一個溫柔很好的太太 但我要降低自己 成為一隻老虎 就是讓沈原創 我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變成一隻老虎 所以常常都提醒自己 我們常常提醒自己 另外太太就是不可以太獨立 太太就是不能太獨立 太獨立的太太會造成什麼 太獨立的太太會造成什麼情況 就會養丈夫不成長 就會讓丈夫不成長 不承擔 不承擔 那太太就會很辛苦 太太就會很辛苦 其實太太不需要自己這麼辛苦 其實太太不用自己這麼辛苦 其實你常常提醒丈夫要做什麼就可以了 其實你常常提醒丈夫要做什麼就可以了 並且常常將你的需要去表達 常常將你的需要去表達 常常去表達 常常去表達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呢 丈夫那份被需要 被肯定 被欣賞 這部分就不能夠被滿足 不然丈夫被需要 被肯定 被仰慕的部分就沒有辦法被滿足 這樣很容易被第三者介入 這個很容易被第三者介入 這個第三者可以是婚愛情 第三者可以是婚外情 我知道現在有一些團隊遊戲 在團隊裡面 如果大家覺得 你很厲害 很需要 他每天就會去打 如果那個團隊裡面告訴你 每天 你好厲害 你很棒 那他天天都想去打 在工作上面一樣 在工作上面也是一樣 如果老闆說我沒有了你不行了 那老闆如果說我沒有你不行 同事說 如果我和你一起合作就最好了 同事如果跟我講 我跟你合作是最好的 那他每天就在公司 那他天天都在公司 所以我們要拿回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要拿回這個位置 太太要跟先生說 太太要跟先生說 在家裡沒有你 是不行的 在家裡沒有你真的不行 你很重要的 你真的很重要 我曾經在夫妻園 認識的第一對夫婦 我曾經在夫妻園裡 認識一對夫婦 他們兩個在夫妻園裡 看到他們 我都覺得 為什麼會看到你們呢 在夫妻園 我看到他們 我就想說 怎麼會見到你們 因為在外界或眼中來說 他們都是一對很恩愛的夫妻 因為在外界的眼光裡面 他們是一對很恩愛的夫妻 並且是很獨立 兩個都是 而且是一個很獨立 很能幹的 兩個都一樣 但是他們在中間出現了第三者 在他們中間出現了第三者 當我們去討論 去幫他們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個原因 那我們去幫助她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兩夫妻都非常獨立 他們兩夫妻都非常獨立 太太很厲害 她可以獨當一面 她可以獨當一面 在她的職場上發揮得很好 她在她的職場上發揮得很好 在家裡同樣 在家裡一樣 無論是煮飯洗衣 帶孩子做功課 無論是家裡的家務 帶孩子做功課 甚至換燈膽 修理水渠 甚至於換燈膽 修理水 所有事情她都會做 所有的她都知道怎麼做 先生同樣 先生也是一樣 先生都懂得煮飯洗衣 自己打理自己的 即是煮飯給家人吃 以及帶孩子 先生也是很會煮飯 也會帶孩子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是很獨立的 兩個是很獨立的 有一天太太就發現 先生有第三者 有一天太太就發現 先生有第三者 就非常崩潰 就非常崩潰 先生為什麼會這樣呢 先生為什麼會這樣呢 先生崩潰的程度去到 就是 其中一個原因是 她的第三者是誰 她崩潰的原因是 因為她知道第三者是誰 先生這個第三者 她一看她的時候 就覺得 為什麼跟我差那麼遠 第三者一看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 你怎麼跟我差那麼遠 太太漂亮很多 太太很漂亮 太太優雅很多 太太優雅很多 這個第三者其實是 一平平一般平平 其實這個第三者是平平無奇的 她會覺得 為什麼會輸給她 太太會覺得 為什麼會輸給她呢 然後當先生分享的時候 原來就從換燈膽開始 先生分享的時候 原來就是從換燈膽開始 他們是同事 他們是同事 那個女士的燈膽壞了 那一位女士的家裡的燈泡壞掉了 很需要人幫忙 很需要人家幫忙 這個同事就想著 我幫她換了 然後這個男同事就想說 我去幫你把它換了 換了之後 之後發現水壞了 塞了 換了燈膽之後 發現那個水管塞了 接著這個男同事就說 我幫你了 那男同事就說 我來幫你 慢慢慢慢 這個男同事的被需要 就被滿足 然後那個女同事當然很仰慕 很依賴她 那那個女同事當然就很仰慕她 很依賴她 慢慢他們就發展了分愛情 慢慢地就演變成婚外情 在這個過程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都很受傷 其實大家都很受傷 先生都覺得 不知為何無端端 覺得不知為何就會中了下去 先生也不知不覺 你問她愛不愛太太 你問她愛不愛太太 她很愛太太 她很愛太太 她不想到這個地步 她不想到這個地步 但是她是因為 心裡那份被滿足 那份被需要被肯定 沒有被滿足 而陷入了分愛情 這位先生是因為她心中的 被滿足被需要 沒有被滿足 所以太太要提醒自己 所以我們要提醒自己 我們不要太獨立 我們不用太獨立 我們需要我們的丈夫去表達 我們需要我們的丈夫去表達 去欣賞 去肯定 去欣賞 去肯定她 否則這部分會被其他東西去滿足 不然這部分會被其他東西去滿足 其實我們太太 誰想獨立 其實我們太太沒有一個人想獨立 誰想那麼強 沒有人想那麼強 大家都很希望做一個小鳥依人 被丈夫照顧 每一個都想當一個小鳥依人 被照顧照顧的人 每一個都想當公主 每一個都想當公主 誰想過會想當公主 誰想說要做公主 所以我們要去到原創 和本分裏面 所以我們要回到原創和本分裏面 先生要起來承擔長大 先生要起來承擔長大 我記得在十幾年前 我記得在十幾年前 我們以前舞堂去北京酒土 我們原本的教會去北京酒堂 在最後那一兩天 北京當地人幫我們訂了酒店 讓我們休息 最後幾天 北京的人幫我們訂了酒店休息 我們第一次看到酒店的房間 是四人房那麼大 我們第一次看到房間 像四人房那麼大的 但你進去後發現 兩張是兩張很大的 King size的床 是有兩張很大的 King size的床 然後我們怎樣去分配呢 那我們怎麼分配呢 沒有理由兩個丈夫 我們大部分都是夫婦 夫婦這樣去的 我們大部分都是夫婦 所以沒有理由兩個丈夫 就睡一張床 兩個太太睡一張床 那沒理由就兩個丈夫睡一張床 自然我們就是 丈夫和太太 就是一張King size的床 另一邊就另一對的 所以我們就 King size就是夫妻夫妻 各睡一張床 那就很奇怪地睡了兩晚 這樣很奇怪地睡了兩晚 對 回到香港之後 回來香港之後 是跟我們同房的一對夫妻 跟我們同房的那一對夫妻 他就去張牧師爆料 他就跑去跟張牧師爆料 他就跟張牧師說 他跟張牧師說 Loretta跟Adeno很奇怪 Loretta跟Adeno很奇怪 很奇怪 你知道這個國語人 他用普通話這樣說 他是一個國語人 他用普通話這樣講 張牧師說 有甚麼了解 有甚麼那麼奇怪 張牧師說 有甚麼那麼奇怪的嗎 然後那個 其實是王健聖牧師 其實就是健聖牧師 他就說 他們很奇怪 他們很奇怪的 他們睡到半夜 他們睡到半夜 突然有個男人 就起床去開廁所燈 突然就有個男人 就開廁所燈 他又不是去廁所的 他又不是去廁所 之後就回到床睡覺 然後就回到他的床睡覺 這個女人就上去廁所 然後這個女人就去廁所 去完廁所之後 這個女人又不關燈 又回到床睡覺 那個女人上完廁所 就回到她的床上面 就關燈 然後這個男人就去關燈 然後就睡覺 然後那個男人就去關燈 拿著回來睡覺 這個女人為甚麼那麼奇怪 為何自己去廁所 不開燈 也關燈的 這個女人怎麽奇怪 自己去上廁所 不會開燈關燈 拜託這個陌生地方 這間房間是黑曼曼的 哇 那個地方黑曼曼的 那間房間 那我要去廁所很害怕 那我去廁所很害怕 當然怕他會幫我開燈 那可不可以請你幫我開燈 那我就去開燈 那他就開燈 開完燈 那我如果關燈回來 又黑曼曼的 怎麼回到床上 那如果我上完廁所 關了燈又黑曼曼的 怎麽回到床上 剛才說那個房間很大 那個房間很大 所以我便回到床上 睡覺 說完了你吃燈 所以我躺到床上 我就告訴他 我已經上完了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沒有什麽奇怪的 沒有奇怪的 奇不奇怪 奇怪嗎 奇怪 當然不奇怪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這是我需要他的幫助 這是不奇怪 因為我需要他的幫助 是的 其實我們需要先生的幫助 我們不用硬撐 其實我們需要先生的幫助 我們不用硬撐了 是的 我們常常去表達 常常去說出來的時候 我們常常表達 常常說出來的時候 這就成為我們的互動模式 這就是成為我們的互動模式 去到一個地步 有時候我不用說 他都會幫我 去到一個地步 我不用講 他都可以幫我 剛剛過了他的2月14日情人節 剛剛過去的2月14日情人節 其實大部份的女士 就是拍拖的女士或太太 你都很希望你的丈夫有一點表示 大部份的女士都希望對自己有表示 是的 不多不少也有一點 不多不少都需要一點 但是我想問 我想問 不要舉手了 不用舉手 是不是大部份的太太 其實在那天都會有點失望 是不是大部份的太太 在那天都有點失望 可能沒有表示 可能沒有表示 就算她表示了也不合你的心意 或者她表示了也不合你心意 連連送的禮物都是那樣東西 連連送的禮物都是那個東西 沒有食意 一點誠意都沒有 送花就送黃谷花 送花就送黃菊花 或者紅劍蘭 或者紅劍蘭 送花又送錯了 送花就送… 錯了 最不合你的心意 送錯了 然後我就跟我的童公說 我就跟我童公說 其實不要養自己那麼辛苦 其實不用當自己那麼辛苦 你表達 你表達 今年成人節 你想收到什麼 你想要什麼 你跟先生說就行了 你想收到什麼禮物 你就跟你先生說 我童公就說 那不是很沒有驚喜 說了就不好意思 童公就跟我說 這樣就很沒有驚喜 沒有意思 我說這些驚喜和異意識的東西 我們不用這麼撞出來 這些驚喜 這些都不需要這樣說出來 因為弟兄 我們是少了一條根的 因為弟兄是少了一條根的 你知道我們是千古不變的 你知道我們千古不變 難得有一年 可能送一個禮物 她很欣賞 難得有一年 我們送一個禮物 她很欣賞 那我們就連年都送那樣東西 那我們就連年送那一個 那我們就認為 這樣就行了 因為她說好 對啊 因為你說好 我們就連年送你這個 所以你不要難為弟兄 所以你不要難為這個弟兄 我們的弟兄都知道 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說節期就是死期 我們弟兄都知道 很多節日就是死期 所以我們要打破這個 所以我們要打破這個 多溝通 多溝通 其實是不會破壞浪漫的 其實不會破壞浪漫的 這也是弟兄的誠意 都是弟兄的誠意 這只會讓我滿足感提高 這個姐妹的滿足感太高了 對 最近我也很… 會提高 對 最近我也很欣賞阿滴奴牧師 最近我也很欣賞阿滴奴牧師 不是 最近一響都很欣賞 因為當我們婚姻 進入一個可以彼此躺開 彼此表達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溝通和密契 是多了 如果我們的婚姻 進入一個可以敞開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默契是提高的 是的 近來因為可能… 我怎麼說呢 因為我換了一個家裡 換了一個新工人 因為我家裡換了一個新工人 舊的工人姐姐已經退回鄉下 舊的工人已經回家了 新的工人姐姐來到的時候 她也很好 新的工人來我們家的時候也很好 但她是清潔非常好 她是清潔非常好 但煮飯就不太懂 煮飯就還好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 因為她不太懂煮的緣故 所以現在暫時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我去買菜和自己煮的 因為工人不太會煮飯的原因 所以現在大部分時間 是我買菜和煮飯 但因為放了工後要買菜 買完回去還要煮 其實都真的很累 其實我下班後 又要買菜又要煮飯 其實很累 所以有時候我買菜和煮飯後 沿途就會跟阿滴羅牧師說 有時候我買完菜 沿途就跟阿滴羅牧師說 我買了什麼… 今晚會煮什麼… 你可不可以幫我煮 我買了什麼材料 我今晚想吃什麼東西 你可以幫我煮嗎 通常她一般都說可以 其他一般都說可以 當然我知道她那個禮拜 不需要趕倒 不需要太忙的時候 我就會有這些要求和需要向她提出 如果這個禮拜她沒有講到的話 我就提出這個需求 請她幫忙 對 她回到家後就跟我說 你先睡一睡吧 我回到家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你睡覺 休息一下吧 我會入房睡覺 她就煮飯 那我就入房睡覺 她就煮飯 煮完飯後就叫我起床吃 煮完飯後就叫我起床吃飯 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很好 有沒有這樣的提出 太太 我們給阿滴羅牧師 把掌聲歸秘的神 我都覺得很感恩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太太要勇敢 和嘗試提出 我們太太要勇敢 要常常去提出 不要心裡… 現在很辛苦 但很委屈地做 不用心裡有那麼辛苦 那麼多委屈在做 我們當我們願意跟先生去表達的時候 一般的先生都願意去承擔和幫助 十分願意 當我們跟先生提出表達的時候 當然 煮完之後 無論怎樣也好 都是吃光和好吃的 煮完的東西我們都是吃完的都好吃的 因為感恩 即是他肯煮 我已經覺得無論怎樣也好 因為很感恩他願意煮 無論怎樣都很好 所以我們做太太 我們要懂得怎樣幫助 讓先生可以成長去承擔 所以我們當太太要知道 怎樣幫助先生 讓他可以成長去承擔 而先生都願意成為家中的頭 去作出這個承擔 而且先生也可以變成家裡的頭去承擔 在剛才這幅圖裡面 在這幅圖裡面 我們看到在中間有一棵生命樹 我們看到中間有一棵生命樹 其實神的設計 人是在生命樹的保護和遮蓋底下 去生活和成長 其實我們人就是在這棵生命樹底下 被遮蓋去成長 是有愛與信任 還有有恩典和憐憫 有愛與信任 恩典和憐憫 但是世界和自我常常都拉到另一邊 但是自我和世界常常拉我們去另一邊 去一個離開生命樹的方向 就是離開生命樹的方向 是一個離開神的方向 是一個離開神的方向 當我們離開了生命樹 當我們離開了生命樹 離開了這個保護的時候 離開了這個保護的時候 我們的婚姻很容易失敗 我們的婚姻很容易失敗 我們看過很多前書的第七章第十到十一節 我們看《格林多前珠》第七章第十節跟十一節 我們一起來讀 我們一起來讀 至於哪已經嫁取的 我吩咐他們 其實不是我吩咐 乃是主吩咐說 妻子不可離開丈夫 若是離開了 不可再嫁 或是形同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神對婚姻的心意 是要叫妻子不能離開丈夫 神對婚姻的心意是吩咐妻子不要離開丈夫 丈夫也不可以離棄妻子 丈夫也不可以離棄妻子 男女丈夫和太太都要彼此尊重和重視婚姻 男或女都要彼此尊重和重視婚姻 不可兼任 不可堅飲 但若果真的失敗了 但是一旦如果失敗了 一旦分開了 就不可以再嫁取 就不要再嫁取 要努力收服跟丈夫或太太之間的關係 要努力修復丈夫跟先生之間的關係 這是神給我們對婚姻的原則 就是神給我們關於婚姻的原則 要我們 吩咐我們不可以離婚 吩咐我們不可以離婚 不可以兼任 不可以堅飲 但是在自我和世界裡 是不斷地傳遞給我們一個訊息 但是自我和世界一直傳遞給我們一個信息 就是離婚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離婚沒有問題 其實這個社會裡很多人離婚 這個社會裡很多人離婚 做一個調查 你身邊的人 你認識的人有離婚的 你舉手好嗎 你身邊的人有離婚的請舉手 哇 大部分的人身邊的人都有離婚 大部分人身邊都有 覺得離婚是很普遍的 沒問題的 就覺得離婚是很普遍的 沒問題的 有一句說話 合則來不合則去 有一句說話 合則來不合則去 既然婚姻都不美滿 既然婚姻都不美滿 既然婚姻本來想著開心的 但卻是反而讓我不開心 原來婚姻原本我是想要開心的 就是他讓我不開心 二人都沒有比一人好 兩個人都沒有比一個人好 那就應該離婚 那就應該離婚 為什麼繼續這麼辛苦下去呢 何必要那麼辛苦下去呢 在這個訊息底下 在這個訊息底下 人就越走越遠 人就越走越遠 覺得慢慢就離開了神的保護 慢慢就離開了神的保護 而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在律法的另一番的話 在律法的另一個說話 剛才剛剛讀了經文裡面 剛才讀了經文裡面 不可以離婚 不可以離婚 一旦離婚之後 都不會在兩個極端裡面 在兩個極端裡面 要不就選 人人將錯變為對 要不就是把錯當對 當人人都覺得對 你就走下去 每個人都覺得對 那你就這樣做 另一個選擇就是 你跟著律法 另一個就是你跟著律法 去到一個地步被定罪 去到一個地步被定罪 永不翻身 在這兩個極端裡面 在兩個極端裡面 都是沒有出路的 都是沒有盼望的 其實我們要問 其實我們要問 我們剛才說 婚姻為什麼會失敗呢 我們剛才問 婚姻為什麼會失敗呢 因為人人都犯了罪 因為人人都犯了罪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軟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軟弱 當罪在我們的當中 那罪在我們的當中 當我們自我中心的時候 當我們自我中心的時候 我們就站在分別善惡樹裡面 去看我們的婚姻 我們就站在分別善惡樹裡面 看我們的婚姻 我們就離開了生命樹 我們就離開了生命樹 一旦離開了生命樹 一旦離開了生命樹 它在分別善惡樹的底下 站在分別善惡樹的底下 我們就會失去愛 我們就失去愛 沒有包容 沒有包容 當愛沒有包容的時候 當沒有愛沒有包容的時候 你可以數出十萬九千個理由 對方不可愛的地方 你可以有一千萬個理由 說對方不好 看什麼都不順眼 丈夫看太太不順眼 太太看丈夫不順眼 太太也看丈夫不順眼 在當中沒有愛 婚姻是註定會失敗的 婚姻就註定會失敗的 婚姻失敗後出路又在哪裡 那婚姻失敗的出路在哪裡 在福音裡面是否真的有出路 在福音裡面是不是真的有出路 我們來到第二大點 我們來到第二個大點 在婚姻失敗的時候還有出路 婚姻失敗的還有出路嗎 我們一起來讀 《馬太福音》十九章的九到十二節 我們一起來讀《馬太福音》 第十九章九到十二節 我告訴你們 凡丘妻領取的 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 就是犯姦淫了 有人取納被丘的婦人 也是犯姦淫了 換套對耶穌說 人和妻子既是這樣 倒不如不取 耶穌說 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 唯獨賜給誰誰才能領受 因為有生來是淫人 也有被人淫的 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淫的 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 耶穌在《馬太福音》中清楚的教導 耶穌說 我告訴你們 凡丘妻領取的 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 就是犯姦淫了 耶穌說 我告訴你們 凡是休妻領取的 若不是為了淫亂的緣故 就是犯姦淫了 所以休妻或者離婚 只能夠有一個理由 所以休妻或離婚只能有一個理由 就是為淫亂的緣故 就是因為淫亂的緣故 而離婚之後就不應該再婚 而離婚之後就不應該再婚 娶那個離婚的婦人 都是落在奸淫的罪裏面 娶了那個離婚的婦人 也是落在堅硬的罪裏 大家聽到這句話裏面 一定有很多的掙扎 大家聽到這些說話 一定有很多的掙扎 同樣的門徒聽到這樣的教導 那門徒聽到這樣的教導 門徒的反應都是說 門徒的反應也是說 門徒就跟耶穌說 人和妻子既是這樣 都不如不娶 那門徒就這樣跟耶穌說 如果人跟妻子的關係是這樣 那步路不要娶 所以就表示 連門徒都沒有把握 可以做到耶穌所說的話 所以就連門徒都沒有把握 可以做到耶穌的說話 連門徒都說 我都不敢擔保 我會不會有一天休妻 門徒都不敢擔保 我會不會有一天要休息 我也都不敢擔保 我會不會另娶 我也不敢擔保 我會不會另外娶 既然做不到 不如不要娶了 既然做不到 那步路不要娶了 那不結婚 就少一個機會去犯罪 那我不結婚 就少一個犯罪的機會 耶穌隨即跟這些門徒說 耶穌立即回覆他們說 這句話不是人人都可以領受的 這句話不是人人可以領受的 意思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沒有婚姻的 就是說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沒有婚姻的 只有少數人可以沒有婚姻的去過 只有少數人可以沒有婚姻的過 否則神創造的時候 就不會說哪人獨居不好 不然神一開始就不會說神 那個人一個人不好 所以你以我為例 要以我為例 剛才師母都說了 師母都說了 其實我自己會煮飯 我自己懂煮飯 我都問過我兒子 我兒子說我煮得挺好吃的 我問過我兒子 我兒子都說我煮得蠻好吃的 因為他說的可能他是給我面子 因為他講的可能是給我面子 所以我也想知道 究竟煮得好不好 如果不好要進步的 所以我就試一下想知道我煮得好不好 如果不好可以再進步 對 所以就問兒子 因為兒子一定不會給你面子 所以我都問我兒子 因為我兒子一定不會給我面子 所以他說OK 那就是OK 所以兒子都說OK 那就OK了 雖然生活上我可以很獨立 所以生活上我可以很獨立 但我很需要他 但我很需要他 很需要我的師母 我很需要我的師母 我的人生如果沒有他的話 其實我是一部黑白片 如果我生命中沒有他 我就是黑白片 很悶的 很悶的 大家都知道我的過去 大家知道我的過去 中學幾年都是去同一間餐廳 坐同一個位置 吃同一樣東西 我終覺的時候 可以去同一間餐廳吃同樣的東西 這樣過了幾年 所以如果不是他出現的話 我的人生是沒有任何色彩 如果他沒有出現的話 人生沒有任何色彩 我真的是一個住在山洞裡的野人 我是住在山洞裡的野人一樣 人需要婚姻 人需要婚姻 但人又軟弱 但人又軟弱 在人的軟弱裡 婚姻又很容易失敗 在人的軟弱裡 婚姻又很容易失敗 為何婚姻會失敗 為何婚姻會失敗呢 因為沒有了愛 因為沒有了愛 沒有了愛的時候 所有的東西都是衝突 沒有了愛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是衝突 但如果有愛的話 其實衝突都可以改變 有愛的時候衝突都可以改變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我們家裡的牙膏 有兩種不同的習慣 我在家裡擠牙膏 有兩個不同的習慣 有一類的人 會整整齊齊地從尾開始向前擠 有一些人就從尾到前 慢慢地往前擠 很喜歡看到牙膏很整齊 就是後面這樣 擠到最後一滴都很順暢 就看到那根牙膏非常整齊 低到後面都很順暢 有一種人很豪邁 有一種人擠牙膏 就是很豪邁 從中間擠下去了 不管在哪裡 總之擠 不理它是怎樣 中間擠下去了 好 大家猜猜 我和師母是哪一類 你猜猜我跟師母 我們是哪一類的 必 大家都猜師母是很整齊 後面慢慢擠那個 大家都猜師母應該是很整齊擠的 錯了 那個是我 錯了 那個是我 我師母是很豪邁 我師母是很豪邁的 所以我每一天的工作是甚麼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是甚麼 我就是在後面小心 把他整齊齊齊 等他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就 我就是把他整理得整整齊齊 讓他第二天早上可以 一聲 你明白如果當中不是有愛的話 如果當中沒有愛的話 你就會覺得有沒有搞錯 每次都把他搞成這樣 你就想你怎麼每次都搞成這樣 最糟糕的是甚麼 就是兒子也學他 最糟糕的是連兒子都學他 所以他們兩個就 所以他們兩個就 嘔吔吔吔兩下 我就要每次封他們做甚麼 那不然他哪有那麼爽 如果我不整理的話 他們哪有那麼快樂的可以這樣擠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愛有包容的話 如果你有愛有包容的話 這個把它整齊齊 就成為我其中一個樂趣 把牙膏記整齊就是我的樂趣 因為每次看見 哇 搞成這樣 每次看到那個牙膏搞成那樣 然後你把它整理 好像買回來的樣子 你就覺得很有滿足感 你把它整理得像剛買回來的樣子 就很有滿足感 這就是男人的被需要 這就是男人的被需要 但如果我們當中沒有了這份愛 那我們當中沒有了這份愛 你就會發脾氣 你就發脾氣 因為不適合你的心意 因為不適合你的標準 不適合你的標準 但當有愛的時候 當你有愛的時候 你可以多走一里路 再付出多一些 讓我身邊的太太 怎知是公主 就是變成公主 不只是公主 我兒子經常說她是我們家的皇后 他說我們家的皇后 我兒子都這麼說 如果她是皇后 因為她是皇后 其實我們是不是很有面子 我們就很有面子 因為如果她是皇后 因為如果她是皇后 我就皇上了 所以我們要健康 所以我們要健康 我們要有愛 我們要有愛 這個才是婚姻的出路 這才是婚姻的出路 福音是什麼呢 福音是什麼 就是愛與信任 就是愛與信任 律法雖然告訴我們沒有出路 律法雖然告訴我們沒有出路 但是福音在律法之外 開出一條活潑長全的道路 但是婚姻在福音當中活出一條出路 我們看宇恆福音八章 一到十二節 宇恆福音八章 伊達薩埃姐 我們一起來讀 於是各人都回家去了 耶穌卻往橄欖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裡 眾百姓都到他那裡去 他就坐下教訓他們 民事獲法利賽人 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 叫他站在當中 就對耶穌說 夫子 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 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 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他們說者說 乃斯貪耶穌 要得著告他的把柄 耶穌卻彎著腰 用紙頭在地上畫字 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於是又彎著腰 用紙頭在地上畫字 他們聽見這話 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穌一人 患有哪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 婦人哪些人在哪裡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他說主呀沒有 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穌 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 就不再黑暗女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在這個故事裡面 在這個故事裡面 這是一個婚姻失敗的婦人 這是一個婚姻失敗的婦人 甚至是在行淫的當中被捉住 甚至在行淫的時候被抓了 從律法來看 他是被定了死罪 在律法裡面他是被定死罪 其實他沒有路可以走 在這個這麼絕望的時候 人就將他帶到耶穌的面前 在這麼絕望的時候 人就把他帶到耶穌面前 耶穌當然明白他有罪 耶穌當然明白他有罪 耶穌更加清楚在律法之下 他只有死路一條 耶穌更清楚他的律法之下 只有死路一條 今天他更加成為 法利塞人手中的工具 來對付耶穌 今天更成為法利塞人的工具 來對付耶穌 這件事情帶到耶穌的面前 這件事情帶到耶穌面前 如果耶穌跟這些法利塞人說 你放了他 如果耶穌跟法利塞人說 你放了他 法利塞人就會說 這個耶穌不是從神而來 法利塞人就說 這個耶穌不是從神而來 因為他不遵守聖經的教導 因為他不遵守聖經的教導 如果耶穌說 按照律法 我們拿石頭打死這個女人 那耶穌如果說 我們按律法 用石頭打死這個婦人 法利塞人就會去 羅馬政府面前告耶穌 那這個法利塞人 就會到羅馬政府面前來告耶穌 這個耶穌未經審訊 私下判人死刑 所以他該死 這個耶穌對這個婦人 行了私刑 判他死刑 所以耶穌放又不行 不放又不行 所以耶穌放也不行 不放也不行 但是福音是什麼呢 福音是什麼呢 福音是愛 福音是愛 耶穌就對這個婦人 動了憐憫的心 耶穌對這個婦人 動了憐憫的心 所以耶穌化解了這個難題 所以耶穌化解了這個難題 耶穌說誰沒有罪 誰就將他治死 耶穌說誰沒有罪 誰就把他治死 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世人都犯了罪 虧欠了神的榮耀 在耶穌面前 沒有人敢宣稱自己無罪 在耶穌面前 沒有人可以說自己是無罪的 所以他們個個都走了 所以個個都離開了 最後耶穌獨自面對這個婦人 所以最後耶穌獨自面對這個婦人 這個婦人望著耶穌 這個婦人望著耶穌 她知道耶穌是個個無罪之人 她知道耶穌是沒有罪的人 只有耶穌有資格拿石頭打死她 只有耶穌有資格拿石頭打死她 律法上說到這個女人是該死的 律法當中說到這個女人是該死的 但耶穌說什麼呢 但耶穌說什麼呢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我都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去吧 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這個就是福音 這個就是福音 承認她的婚姻失敗是罪 承認她的婚姻失敗是罪 但是並不是不能饒恕的罪 但並不是不能饒恕的罪 福音和愛的選擇是赦免她的罪 福音和愛的選擇是赦免她的罪 而且用愛重建她的生命 而且用愛重建她的生命 讓她有力量 重新再來過 鼓勵她 耶穌跟她說從此不要再犯罪 耶穌跟她說從此不要再犯罪 因為耶穌就是世界的光 因為耶穌就是世界的光 生命的光 生命的光 要照亮在黑暗中的人 要照亮在黑暗中的人 讓他們有出路 讓他們有出路 所以世界和律法都不是出路 所以世界和律法都不是出路 福音和愛才是出路 福音和愛才是出路 今天我們教會要起來 重新捉愛這件事 現在我們教會要重新起來 抓住愛這個東西 我們不要走在律法主義裡面 我們不要走在律法主義裡面 當然我們更加不是跟著世界 我們更不是跟著世界 但今天很可悲的就是 很多教會在婚姻上忘記了愛這件事 現在很多教會在婚姻當中忘了愛這件事 很簡單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當中有人殺了人 犯了嚴重的罪 如果我們當中有人殺了人 犯了很嚴重的罪 他坐過牢 他信了主 他坐過監牢 他信了主 他出來了 我們會讓他講見證 我們會讓他服侍 我們會讓他出見證 讓他服侍神 但是如果有人婚姻失敗 但有人婚姻失敗 我們不讓他講道 不讓他帶敬拜 我們不讓他講道 不讓他帶敬拜 傳道人更加不可以婚姻失敗 傳道人更不可以婚姻失敗 牧師就更加更不可以婚姻失敗 甚至我們將婚姻失敗的人趕出教會 為何他們會有雙重標準 為何我們會有雙重標準 為何殺人的人可以起來服侍神 為何殺的人可以服侍神 為何婚姻失敗的人不可以起來服侍神 為何婚姻失敗的人不可以服侍神 為何我們會有雙重標準 為何我們這雙重標準 其實我們在律法主義中 因為我們在律法主義裡面 大家不要覺得驚訝 我們母堂大家都熟悉的何傑老師 我們母堂大家都知道的和諧牧師 本來是神學院院長 原本是神學院的院長 就是因為她太太提出離婚 她知道當她離婚之後 她就無法再在神學院服侍 她就無法再在神學院服侍 所以她自己很懂得做人 她就寫了一封辭職信 離開神學院 她就打算隱性埋名 她就打算隱性埋名 她覺得她服侍的路 已經從此畫上一個句號 她覺得她服侍的道路已經畫上句號 她就想找一個地方做修事 她就想找一個地方做修事 她來到611 她來到611 她想躲在最後貪欺了一個人 沒有人發現她 她來到611 她就躲在最後 她覺得611很多人不會有人發現她 她都傻傻地 她都傻傻地 誰不認識她 誰不認識她 我們夫婦未來611之前 都要參加她的等候神營會 我們夫妻還沒來到611之前 都參加過她的營會 物觀基督火情 那些紀錄的課程 所以她一進來 我們離開911 就說何潔來了 所以她只要進來 我們很遠的地方都已經看到 哇 何節來了 沒有地方可以躲 沒有地方可以躲 但在611 但在611裡面 經歷神的愛 恩典 經歷神的愛跟恩典 重新建立 重新建立 她可以起來牧羊 她可以起來牧羊 起來服侍 起來服侍 雖然她不再是何潔院長 雖然她不再是何潔院長 但今天她在我們當中成為何潔牧師 但她在我們當中成為何潔牧師 甚至我們幫她改一個花名叫 潔仔牧師 她恢復生命的色彩 她恢復生命的色彩 可以繼續服侍神 這是恩典 這是福音 在我們當中 也有牧者 婚姻失敗 但我們重建她 跟她一起走過 這段日子這段路不容易 這段日子不容易 張牧師的做法 先用盡一切的方法 希望可以挽回婚姻 先用盡一切的方法 希望可以挽回婚姻 但到最後真的無法挽回 但到最後真的沒辦法 可以挽回 陪她一起走 就陪她一起走 離婚 後來她要再婚 後來她要再婚 但再婚的時候 我們不是將罪從此絕口不提 我們不是將罪絕口不提 在她再婚的婚禮上面 她要向所有的親友 承認她的過範 她要跟所有的親友 承認她的過範 承認她的罪 承認她的罪 沒有辦法守住 上一段婚姻的盟約 沒有辦法守住 上一段婚姻的盟約 不合乎神的心意 不合乎神的原創 承認這一個罪 承認這一個罪 不是不能赦免的罪 但這個罪不是不能赦免的罪 就像耶穌一樣 我們起來宣告赦免 我們起來宣告赦免 繼續與她同行 繼續與她同行 幫助她在新的一段婚姻裡 可以走得持久成功 幫助她在新的婚姻裡 可以走得久跟成功 這就是福音 這就是福音 愛可以改變一切 愛可以改變一切 愛可以一致一切 在婚姻裡 我們最重要的是 抓住這份愛與信任 在婚姻裡最重要的是 愛與信任 婚姻萬一失敗 我們更加需要愛與信任 你們去重建 婚姻萬一失敗 那我們更需要愛與恩典來重建 在我們的夫妻營的服侍裡 在我們夫妻營的服侍裡 我們幫助很多夫婦 我們幫助很多夫婦 其中一個個案讓我們很感動的 其中一個個案讓我們很感動 就是我們幫過一對夫妻 就是幫一對夫妻 已經離婚33年 一個離婚33年的夫妻 但經過幾天的夫妻營 經過幾天的夫妻營 最後的時候 最後 他們買了一對戒指 他們買了一對戒指 我們就在夫妻營裡 再幫他們行婚禮 我們就在夫妻營裡面 再幫他們行一次婚禮 他們分開了33年 重新再一次結婚 他們分開了33年 再一次重新結婚 一離開夫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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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立刻搬回來一起住 他們立刻搬回來一起住 還要請親友吃飯 再行一次婚禮 請親友吃飯 再舉行一次婚禮 花仔花女 就是他們自己的孫子孫女 他們的花童 就是自己的孫子和孫女 神的愛很美好 神的愛很美好 所以我們要抓住的是這個愛 所以我們要抓住的是這個愛 不是行律法 不是行律法 也不是跟世界 那是跟著愛與信任往前走 那是跟著愛與信任往前走 這個就是婚姻的出路 這是婚姻的出路 這個也是我們的出路 這是我們的出路 因為我們有一位滿有愛與憐憫的神 因為我們有一位滿有愛與憐憫的神 射罪 射罪 重建 才是我們的方向 才是我們的方向 好不好我們要同氣 好 我們一起起立 我們一起用一首詩歌來敬拜神 求神的愛更多的在我們的裡面 願神用祂的愛大大的來充滿我們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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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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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又一只我呼求主耶稣 甘愿将生命全所有换成给你 全心爱你 全心献上给你 因为爱你 全心的敬拜你 是我一生的不早 全心爱你 全心没有怀疑 静静静意 请你的爱爱你 是我一生的不早 我想邀请我们一切闭上我们的眼睛 邀请大家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 你还没曾相信耶稣 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朋友还没相信耶稣 没曾将耶稣接在我们的心里 还没有将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面 今天这一篇信息 让你感觉到神的爱 让你感受到神的爱 坏虚你正在艰难的里面 或是你正在艰难的里面 坏虚你正在孤单的里面 或是你正在孤单的里面 耶稣的爱要来捉摸你 耶稣的爱要来触摸你 要来重建你 要来重建你 要来帮助你 只要你愿意接受 只要你愿意接受 所以我想邀请在我们当中 未曾信主的朋友 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 将耶稣接在你的心里面 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 将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 让耶稣的爱充满你 让耶稣的爱充满你 重建你的人生 重建你的人生 在这个时候 当所有人都闭上眼的时候 当大家都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邀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邀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要为你祷告 我要为你祷告 让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 让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 成为你一生的帮助 成为你一生的帮助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的话 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 如果有的话 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在线上的朋友 在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都邀请你跟着我 一句一句来祷告 也跟着我一句句来祷告 透过这个祷告 透过祷告 将耶稣接在心里面 让耶稣接到我们心里面 请你跟着我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向我心说话 多谢你向我的心说话 多谢你将你的爱赐给我 多谢你将你的爱赐给我 我向你承认 我想你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今天 今天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相信你 相信你 接受你 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更多的医治我 更多的医治我 改变我 改变我 主我多谢你 主我多谢你 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爱与信任 爱与信任 是最大的武器 是最大的武器 夫妻之间会有艰难 夫妻之间会有艰难 会有冲突 会有冲突 但是只要有爱 但只要有爱 多沟通 多沟通 同心同恨 同心同行 必定有更美好的将来 必定有更美好的将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虽然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当中是夫妻都在 在我们当中的夫妻都在里面 邀请你拖住伴侣的手 邀请你拖住伴侣的手 我们一起牵手 我们一起牵手 一起在爱里面 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将我们当中 所有的人都仰望在你的手中 天父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人 都在你的手中 圣灵求你的爱 在这一刻 信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圣灵将你的爱 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重点起我们起初的爱 重建我们起初的爱 让我们每一对夫妻 让我们每一对夫妻 回想当初我们是怎样相遇 回想我们当初是怎样相遇 怎样相爱 怎样相爱 怎样走到成为夫妇 怎样走到成为夫妻 主要让这份爱重新的典炎起来 主你当这份爱重新的典炎起来 主你医治我们当中一切的伤害 主你医治我们当中一切的伤害 因为沟通不良 因为沟通不良 造成误解 造成误解 造成伤害 造成伤害 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圣灵医治的能力 现在要临到 圣灵医治的能力先要领导 将这一切误解 将一切误解 将一切的伤害 将一切的伤害 都从我们身上完全的挪去 将我们身上完全的挪去 主你的爱充满 主你的爱充满 让我们的眼光不再一样 让我们的眼光不再一样 让我们爱我们的配偶 让我们爱我们的配偶 领受神的恩典 领受神的恩典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爱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主求你的爱更深的充满 在你的教会当中 主求你的爱更深的充满 在你的教会当中 使我们有出路 使我们有出路 得重见 可以重见 我们一起举手来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举手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姊妹 神的爱尚尚的充满你 主的平安与你同在 神要亲自抹去你一切的眼泪又伤 除去你一切的孤单、沮丧 神的爱要重见你 使你得亮光 满有喜乐、满有平安 愿你的家如同僑贯的原子 风风扶扶 并且阳日、温兴与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如果需要祷告福祉的弟兄姊妹 可以来台前 我们有祷告福祉队为大家祷告 大家在看的是新瑞611灵良堂 You are now watching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如果你又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If you want to support our church through offering 欢迎你将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Please send your offering directly to our Bank of China account 支票台头是 新瑞611灵良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ial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Crop 6 Women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请你将收据 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email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众生欢迎你 来信与这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